大家辛苦 在這麼熱的夏天 很多台北人今天都是 高雄酒的 我們來這裡 再一次大家道中 要來 找看我們台灣人 要怎麼做好 行政官員 那麼 這種職權訓練 是真有必要 因為我們台灣人 真的要統計做主 要做主題 自己關自己 要關閉 國民黨 或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要更好 所以我們不能漏過 所以我們 這兩天的時間 大家認真 來聽各位工師 所說的內容 那麼 有很多科技 這過去 我們都沒有經過這種科技 那麼現在 來到這個規模 我們要執政 為了要給各位 多少壓力 給你們認真來看 比書長的切 或是其他的工師 所說的 所以 來基盤這個科技 這要讓你自我檢驗 我們自己有多少實力 我們可以替台灣做多少事情 你如果有資料 將來很快會付出台面 人材就是人材 無論你到哪裡都是人材 那麼 人材不是只靠天生的 愛靠校天的費用 只要你 請認真看 請客 請客 你絕對 不說做第一名 沒有10名來 好 那麼今天我要說的就是 行政人員 跟民意代表 在溝通 那麼 很多人 做官 夾一個派頭 那麼這 在民主時代 就比較不適 所以我們跟 行政跟國會這部門 如果在我們 中來要用日本的內閣制 應該是可以說 撫會 一家親 行政府 在他們中安民說 是說行政人 但是我們在日本制度的內閣制 我們叫做行政婦 行政府 跟國會 參眾議會 撫會 應該是合作 來做的 為台灣來打拚 我們也會 依照我所做的 簡報系統 來向各位做簡報 好 修憲 我們社會行政部門人員 也要了解 國會 國會是在做什麼 國會它有一些 議事規則 那麼 國會它有一些 自律權 譬如說 做一個 決定款 譬如說 他要做委員會 要做幾個委員會 這他自己 下去決定 不是其他的 行政部門 還是司法部門 可以拿去決定 人數的決定款 譬如說 他要請 國會的主力 秘書 這的行政人數的 權 是他自己 可以決定 要請他他自己決定 再來議事的規則 決定款 議事 要怎麼 議 有什麼規則 規定 有照報來 這有一個意思規則 再來 這個安全 就是說 就是說你國會裡面可以請請警衛請保全人員 那麼這個保安人員 類似職能類似警察 但是不受警察系統所管轄 是你自己國會裡面直接所聘用的所請的 這跟所謂中華民國在說的 警政署這個系統沒有關係 這是他要請一些保安保全人員 再來財務自主決定權 你這個國會要運作也要花錢 要變多少預算 他們自己可以做一個財務委員會 來深他們自己的國會預算 要花多少錢自己可以變 再來議員的管轄權 這個議員如果違規 包括犯罪行法 那麼外面的檢調單位要來逮捕 要經過國會有同意 才可以 如果國會沒有同意 你不能任意逮捕 議員是不是有設計 是不是有設計做議員 這個管轄權是國會在管理的 OK 好 那麼國會有會期 一般是在 代算後 開始要集開 這個召開會議 那麼 這個召開會議後 就開始要助攻各種委員會 那麼 這個會期 不繼續原則 就是說 這個會議如果結束 你如果有一些議案不通過 在後一學期就不再繼續審理了 再來議案不再審議原則 如果有人已經拿去召開 你不能再拿同樣的議案出來 對 國會在召開會議 這個會期不繼續原則 只是要補充後一期的 國會會議的時候 有比較新的 比較重要的事件 要優先優先 要處理 你不能以前那期不通過 還在撒出來的人 還在討論 OK 那麼 會議有這三個 經營 將來 定期會 就表定的 照表超過的定期會 再來 認識會 有時候 他們發案太多 這個選不完 所以 集開 認識會 再來 特別會 就是有特別重要的事情 需要 來集開 來開一個特別會 好 OK 那麼 各位 有識長社委員會 那 在 最近 有20個 長社的委員會 這在我們的 你每一個人有 隔園 郡所的準備會 幾個 在六十八那裡 那裡有 我們等一下才來 討論 現在先簡單 知道有幾個 這不用操 你裡面都有 這二十個就 來個委員會 平行政委員會 法務 外務 台中 委員會 在第六十八那 有文教 好 特性 榮林水產 雄鋼 文書 委員會 通信 委員會 勞動 建設 安全保障 和科學技術 委員會 再來 環境委員會 五選委員會 割選委員會 英文 和懲罰委員會 好 這個眾議院 有這二十個 那麼 參議院 有 十七個 好 那麼 再來 國會有規定 你要開會 有一個 法定的 有效出席人數 那麼一般 是以二分之一上 出席 做完結 但是如果全院的會議 是三分之一上 一般 因為全院的會議 議員那麼多 不可能 超過半 要超過半 就比較困難 由於說 像吃雞動員 所以一般 全院的會議 是規定的人數 比較少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那麼 國會 如果要標葛 有幾個形態 會相對 多數 譬如說 在選 這個議長 一般 譬如如果有五個出來選 是 最關票那個 雖然沒有過半組 但是 他最關票那個 為董選人 這個 相對多數 那麼絕對多數 就是說 如果五個出來選 一定要有幾個 一個要過半組 結果 如果這五個裡面 沒有一個過半組 這樣 就要再 拿頭前 那兩名 第一名到第二名 兩個又出來選一次 一般如果這樣選 其中一定有一個過半組 這個就是 絕對多數 那麼還有一個 叫做特別多數 譬如說你要修改憲法 這算很重要的事情 修改憲法 這國家基本大法 當然 我們是沒有憲法 我們現在在說的是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我們現在在說 日本 我們 叫日本的內閣制來在說 那修改憲法 就要三分之二以上 三分之二以上 比較重要 只有這特別多數 OK 再來 我們要表規的方式 有舉手表決 跟取力表決 再來 記名 或者不記名 投票 OK 你秘密投票 不記名 為了要扶責他們 你要記名 投票 再來 現在比較新的 用電子按鈕 那裡就有 贊成反對 和氣權 好不好 這個 如果要表決 是比較快 數字隨便 統計出來 不用多點人 好 OK 那麼議書 國會在議書 要公開 做完結 公開 現在來講 公開就是說 現在都實況轉播 有專 有專 有的神經國家 有專用頻道 電視 給你實況轉播 你如果對 政治 對國會的議書 有顯示 可以看實況轉播 再來 開放 開放給每天的記者 去採訪 再來 開放給民眾 可以在旁聽 這就是開放的原則 再來 你如果說開會 有割議 你要在國會公報上面 要公報 在國會的網站 有新通過什麼發案 你要在網站公布出來 甚至要出 國會公報 每一國會出一本國會公報 這是議事公開原則 再來我們來看 日本國會的地位 以前你如果有上過電灶應該 我要上過國會檢介第一 第一集 現在這第二集 那麼日本國會的地位 什麼政行 他是國民的代表機關 這是日本國會憲法 第43條 第一人說的 國民 他代表國民 因為他是國民主權的代表 所有議員 都是經過國民選出來 代表國民 那麼你在那個地區所選出來 譬如說你在沖縄 所選出來的國會議員 你選出來之後 你是國家的議員 主委 不是你只代表你沖縄 你現在選出來之後 是在 立法制要照顧整個大日本國 不是只要照顧你的地區而已 所以你如果選出來之後就變成國家的議員 來實施間接民主制 你是代表 國家的議員 來 借定 國家的法律 來給行政部門 依法行政 OK 第二 他是國家 權力最高的機關 這是日本現代第41條 都說的 國家權力最高機關 因為 他是代表人民 國民主權的代表 民主國家移民為主 所以他代表 是一個國家權力最高機關 他所立的法 他所收款給你行政部門去依法行政 所以 他是一個 最高的管理機關 再來 他也是國家為他的立法機關 這一樣在現代41條 都規定的 沒有其他的管道 可以立法 這是現代所不中的 再來我們看國的構成 這跟人說他是參眾議員兩院制 參眾議員 眾議員有480個 其中300個要經過代算 投票算出來 180個是東票 他怎麼 單一選是兩票制 一個選董一個選人 另外那180個 是看你的董得票率多少 例子 現在中華民國在說的董人區 好 參議員有240個 42個 加起來都722個 所以這個國會 人數 加起來不少人 好 那麼國會議員 算出來之後 他的地位什麼樣 我們來看 國會議員 他的新聞的出席方式 只有一條路而已 參加代算 參加選舉 沒有其他路 再來 國會議員 他有什麼權能 來我們來看 他有提案權 對立局有幾分幾分 提案就是說 你為了反應 人民對你的嫁徒 希望你立一個什麼法來 來照顧 背心 照顧人民 你有提案權 OK 再來 對立局有質詢權 內閣 是不是有依法行政 你可以請來國會 來接受結婚 這順 再來 議員的質疑權 其他的議員 如果有提案出來 還是行政部門 有提案出來 再來 他對這個議題 可以提出質疑 會問說 你是怎麼 要拿這個議員出來 主要的目的 是要做什麼 你裡面有什麼缺失 他可以拿出來 把質疑 再來 對議員的議員 有表決權 不管你行政部門上來 還是其他議員說 經過委員會上來 這個議題 他有表決權 好 那麼 國會 有什麼樣的特權 我們來看看 第一 獲得年薪 這是 基本的 一個生活的保障 再來 無受代保的責丸 不做 任意逮捕的權利 就是說 你如果國會 在開的時間 撐起國會的保護傘 你既然有 要檢查到 你有貪賬王法 但是在會議的期間 你是受國會保護傘保護 沒有國會的通過 你不得太保 這是保障 他做議員的新聞 在國會 來享受他的職權 再來 言論不用一款 這保障於 所說的會 不用受到人的威脅 威脅 還有利用 OK 再來 國會有一個活動的程序 在會議 剛才說的 三個 任職會 定職會 再來 國會的心意 法定的順序 剛才有說過 主要就是說 兩院的協調會議 就是說 萬立 眾議院 標括通過 但是如果 上去參議院 標括沒有通過 還要多開一個 兩院的協調會議 一般如果在這裡協調過 那些法人一般都 經過受改了 都會通過這樣 好 再來 眾議院的解散 這個內閣制 特別設計這個 你如果總統制 沒有在解散國會這條 內閣制 行政部門 也能解散眾議院 那麼眾議院 要怎麼制衡行政部門 眾議院 也能發起 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 如果通過 這些內閣要總辭 但是 內閣 他也有 各地 也能解散眾議院 這 你如果解散眾議院 他本身 內閣也要總辭 這個眾議院 就要頂 法律規定 四十天來 要頂辦 頂算 頂出最新的民意 頂出新的行政修訂 首頂 特別是總理 這是 行政和立法 制衡 的動作 但是 參議院 就規定 參議院 不可以改善 這是 補充說 萬一 眾議院解散 內閣 總辭 好像說 家人沒大人 萬一國家發生 重大的事件 要怎麼處理 要還有一個參議院 他會開一個緊急會議 來決定國家 現在要怎麼面對目前的困難 可比說 剛好 眾議院給改善 那麼 內閣和總辭 如果發生 像 2011年的三億日 大海校 福島的核災 這樣 參議院要關閣開緊急會議 來發佈一個 看要怎麼處理 再來 我們來分拆 總統席 蓋內閣來做一個比較 參科 田鋒利 所做的這個 是國會主理 來我們來看 主要這兩個借頭 有什麼不一樣 總統席到 內閣 代表國家 是美國 是總統席 那麼英國 日本 和德國 是內閣制 那麼他們的元首 參選方法 總統席是用選的 那麼 那麼 在內閣制 台北都是世襲 他們都是 魯翁 還是天空 那麼 閣議員 敢不敢 檢國會議員 總統席不行 閣議員不得兼國會議員 內閣制 閣議員兼國會議員 那麼 附屬的制度 總統席沒有 那麼 內閣制 在內閣制 是國會 國會 後面也是代表人民 好 那麼 倒閣前 在中統席沒有 內閣制 無 解散國會 中統席沒有 內閣制 中統席沒有 內閣制無 那麼 行政部門 跟立法部門的關係 在中統席 三權分立分清清澈 行政權 熟總統 立法官熟國會 這個兩權分 分權 制衡 剛才說的 這樣倒閣也會 解散 眾議院 那麼 在這 行政權熟 立法官熟國會 但是 主委 這行政立法是合一 什麼原因 你剛才看 閣議員 從這裡就看得出來 你 選到參眾議員 有可能 你的 人材 你的專業 你的聘請 你做內閣的閣員 那麼 你們都一樣一檔 因為這個黨 這個修上 這個總理 也是因為 在日本也是這樣 你如果 參眾議員 代算 得票率最高的那個檔 可以出來做個 因為你如果過半數 你自己一個黨 就可以做個了 一般是黨魁 就是黨主席 出來選擇修上 總理 如果你如果沒有過半數 這樣你就要 跟其他的手動 比如說維新黨 還是民主黨 來組成聯合內閣 那麼 那麼 很多 內閣的成員 是會為 這個參眾議員 裡面 由這個黨魁 來選擇 做他的內閣 跟聘請進來做內閣的閣員 所以 行政部門 也一定要提出法案 提案 上禮拜 國會 審查 所以 可以說行政立法 一家 應該一家親 這個 效率會比較高 因為 所 行政部門所 拿出來的法案 很容易 會這樣通過 好 好 那麼 要怎麼做一個 優秀的國會議員 他的條件是什麼 那一樣 你如果要做一個優秀的行政人員 你也要有一些 自身的專業 跟學養 譬如說 你在交通部門 你起碼 對交通這部門要來行 要了解 對交通建設 這方面你要了解 你如果做環保人員 你也要知道說 現在 全世界環保的趨勢 環保的先進科技是怎麼 你也要了解 這都比較專業 再來 你本身也要有一個領導的魅力 你要帶你這個團隊 比如說你做一個交通部門 或是環保部門 你要有領導統一的能力 你的領導魅力要有 你能把鼓鼓鼓勢氣 你要以身作則 你做到 讓大家感心 可以服從你的 你的志向 你說你想做什麼方向 再來 要有優秀的助理團隊 你這個 可以改成行政團隊 優秀的行政團隊 好 這我們等一下再說 好 好 我們行政部門 很有可能 很多將來都是 由議員做出來 你如果專業的行政團隊 你怎麼要了解 為什麼 他的背景是怎樣 對國會 我們行政跟國會 這兩個要 密切配合 來替國家做事 不是要 我管你的腳 你給我的後腳 不是這樣 好來 那麼國會 他們這個議員 他的職權是什麼 第一個 我們來說議決法案 再來審查預算案 現在 行政部門 邊來的預算 是不是有冠水幕 他要來審查這個預算 OK 再來 戒嚴案 譬如說 國家發生 國安問題 需要 為了國家的安定 可能要發佈戒嚴案 這要 國會議員通過 再來特色案 譬如說 今天 如果新選 新的修訂 這個修訂 為了要 讓社會說 比較 協和的 有可能會做一個特色案 OK 再來 宣戰案 這都要 國會通過 才會這樣動用軍隊武力 再來 國和案 不用 建政 建策 要簽和平條約 這也要經過國會通過 這就是 究竟合約 有五十月的國家簽署 上當他們的國會 有四十八個國家通過 這是 國會 有這個 管理來 通過法 國際條約 再來 這個條約 如果行政部門 如果行政部門 貪通簽 調約 要送回來 給國會 認可 要 國會有通過 國會好像 可以做兩個動作 不能幫你修改 通過 還是反對 不通過 這樣 不能幫你修改 你行政部門去貪通簽的 這個條約的內路 連自己就不能改 OK 再來 我們來看國會的 左立 總統的 以美國來做的 因為 國會的 領袖的 左立 國會參眾議院議長的 特別主理 他的領袖主理 再來 國會秘書處主理 這就比較少 行政的工作 一般的 Routine的工作 再來 國會委員會的主理 我們剛才說的 有20個 常設的委員會 這個常設委員 有的是針對交通 有的針對環保 有的針對 國防 像我們是沒有國防 沒有外交這兩個 還有其他的 農林水產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國中的委員會 你也要請 專業的助理 他的助理 要對這個 對這個委員會 要有了解 他的 工作的性質 要了解 再來 議員個人的 這個委員 這個助理 這個 你可以自己請 個人的助理 你可以請 你認為 適合你 可以和你配合的人 那麼 這麼做你的功能 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 新政助理 就一般 替你 安排行程 或是一些 蓋其他的委員會 蓋其他的委員會 蓋其他的委員 中間的一些 書信往來 通信 這方面的 法案主理 這個法案主理 就是說 你這個議員 本身 受到 人民的委託 希望你來 提案 這個法案 你要經過 了解 來收集資料 來提出這個法案 這個 這個助理 要對這個 部門的 了解 不然來說 環部的 這個助理本身 就要對環部的法規 跟環部的 現在的 趨勢 都要了解 才會這樣 制定一個 適合的 這個 法案 然後 再來秘書 這個秘書 一般在 真的 對於 這個 議員的身邊 處理他的 國中的守衡 包括 婚商 喜慶 安排交通 安排要 訪問什麼所在 安排要怎麼接見 你的 比如說 類似說台灣在說的 條子 你的雙褲的人 要來 拜託你說 要入什麼法案 再來 聘用 你要請 歐利 這個法律 有規定 第一 議員 個人的 區約 關係 你可以負責 蘇聯 簽 簽 如果 我 這次 就四年 你這四年 我跟你簽四年的契約 再來 再來 要有 通過國家 科學的公務人員 再來 不可以 騙請你的親人 但是如果 不用錢 除外 只要你不擔到 國家的預算 這樣 可以 因為這要避險 嘛 不要說你 因為要儲養自己的人 來領 薪水 這樣 其實 在 進入中華民國的體制 很多 國會的助力 不領薪 什麼原因 他只要求 國會議員 立法委員 我來做不用錢 你 要做什麼 我都沒關係 我不用領薪 連便當我都自己拿 你只要給我印一個名片 現在我是某某立法委員 國會助理 這樣 他只要拿這個名片 就可以出在外面 說 招搖撞騙 用這個含來 合共務人員 這張標端 這張工電 我要做 你就要來跟我配合 他可以用這樣 這大部分都是 他的大條下 這個立法委員的條子比較多 好 那麼 國會的立法 有一些技術的概念 我們要了解 第二 人民來要求你要立這個法 你就要對這個 幕前發生這個事情 還是這個紓搖 你要有了解 了解之後 你才會分析 你說那麼我要怎麼來制定這個 法規 來面面俱到 夠到 國民的利益 也夠到國家的 政體的利益 這個分析也包括我 分析說 現在這個 這個事情 甚至已經人進政就有立法過了 還是 沒有通過 還是什麼原因沒有通過 這都要分析 分析 分析之後 你就要來設計一下 新的法案 要有主條目 跟副條目 主條目是要送去 為委員會 要審議是有一個主要條目 之後 再來 你要設計說 整個策略上 我們要怎麼 提出這個法案的重點 讓委員會了解 簡單的 這樣了解 這個 這個 類似說 作戰的 這個 參謀 讓這個法案送出 很重要的 頭上的 法條 就這樣簡單 明瞭 讓這個 委員會的 這個議員 看得出來 你要 立這個 法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之後你 編排出來 這個 簡明的 這個 解說 你要更為交審 不要裡面有錯別字 還是 重複的 這方面 點線面的 整個了解 都去 複查這邊 好 那麼 提案 有 分說 由行政機關 來提案 我們剛才在說 撫會一家親 很多 雷格的人 是 委議員 會想 要聘請 你要做 內閣的成員 那麼 內閣的成員 在英國 他們 行政部門 所提出的法案 有 通過 整個通過 百分之八十六 做立的法案 是經過行政機關 所提案的 上來到國會 百分之九十七通過 因為 剛才說過 撫會一家親 我們的 議員去做閣議員 他們 提出來的法案 包括 包括 為什麼 行政部門 提出來的法案 百分之九十七 百分之九十七 比例的通 就是 行政人員 民政人員 也是 站在第一線 針對人民的需要 很多 現在 通常發達 很多 行政部門 都有 電子信箱 人民有一些反應 都嚇到信箱 行政部門 了解說 現在 大家都在反應這件事 那麼 我們要怎麼來 解決這件事 所以 行政部門 會擬定 一個新的法案 來送給國會 所以 送去 在通過的比例很高 再來 議員 本身 國會議員本身 提案 但是這個提案 只有百分之十四 百分之八 要去行政部門 國會教說 剛才我們在說 日本國會是唯一的立法機關 但是真的 立法 是行政機關 所以 我們大家 這個行政人員 將來 真的在操縱立法 還是我們國會 國會議員本身 提案的法案 減百分之十四 但你知道通過 減百分之三十八而已 跟剛才說的 行政部門 九十七都會通過 這主要的原因是 議員 他對 國家的遭用 人民的訴求 不像行政人員 這樣了解 自己立法委員 國會議員 他所提案 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通過而已 一般這個議員 都差不多 他的選區的人 要求說 他來立一個什麼法 所以他都 變成趨勢的 不像行政部門 他是更廣泛 為了全國的人民 來制定法規 OK 再來 要經過審議 這個提案 要審議 給議長 交付相關的委員會 來審議 他剛才說的 那二十個 常設的委員會 要上相關的 有關高通 上高通委員會 有關經濟 上經濟委員會 有關 農林水產的 上去農林水產委員會 這都議長在交付 議長看見 這什麼生実的 送去有什麼要繁衛的 其他的 那麼 如果經過相關委員會 這個常設委員會 通過了 要上來大會審議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平靜部門 我們所提法案 我們也要追蹤 現在已經送去委員會了 通過了 已經送來在台會 在心議 我們要追蹤進度 完了解 來配合 上來到這裡 繼續在心議 全院的院會 在心議 有的很多問題 會在當中 拿出來 那麼我們 經濟部門也要派人去 接受質詢 有人在問 是怎麼 這個會怎麼立法 你的用意 要在那裡 當場跟改靠 讓他們完成後 這個法案 在大會 就比較會通過 心議後 沒有問題 開始 經濟大會 來表決 那麼 表決 如果通過 要再送去 行政修訂 來附屬 這是內閣制 要經濟附屬 這個附屬 沒有影響 如果院會通過 這個法案 就已經通過了 無論你 這個行政修訂 有遷屬嗎 一樣 這個法案已經成立了 這個附屬 只要是要給你 行政修訂 行政部門 你知道說 國會已經通過 一個新的法案 你要依這個 新的法案 來依法行政 不因為你 有沒有簽署 只是要通過 國會已經通過這個法案 再來 也要讓行政部門 來公佈 廣為告知 所有的全國的百姓 大日本全國百姓 都了解 現在有新的法案出來了 我們也要遵守這個法案 這是要給所有人知道 所以無論你附屬 還是公佈 這兩個你都不做 同樣 這個法案已經成立了 再來 我們來看 內閣到行政府 一般 在中華民國提示他們在說的 行政院 但是我們現在內閣 我們是行政府 我們是用行政府 不是行政院 好 那麼 行政的 積極的定義 就是說 除了立法 除了思法 主管的 村的都屬行政部門 這比較消極的定義 再來 如果用範圍範圍來定義 就是說 只要你 國會立法 所立的法 我就依 依法行政 依你國會所立的法 來行政 這是一個範圍 其實要還有其他 譬如說 現在有很多 以前沒有的 譬如說 環保的事情 早期沒有 大家沒有在完全環保 金部沒有環保署 沒有環保部 那麼 現在心 因為 社會的需要 現在需要一些管理 為了環境的需要 為了要管理這個 空氣汙染啊 或是水汙染 或是土地的汙染 要全部設一個環保署 這個機關 這些地方都行政部門 在管理的 這些都設一個範圍 以前沒有 以前都走路 現在有 機車有汽車 現在也要有一個 交通法規都要出來 這就是 變成它的範圍 就是 除了依法行政料 還有很多 為了社會進步的需要 進行很多部門 管理部門 又包括說 建築 你現在 家庭有建築基準線 你不能超過這個線 這時候要有些 營建管理 建築法規的管理 包括 像家室 以前家室 早期是一趟一趟 要買回去家庭 現在來有自來瓦斯 有自來水 現在來也有自來瓦斯 你要搶公路對不對 這種事 公共事業 包括水電 家室 這些都要 行政部門 下去管理 這就是 用範圍來定義 這都 立法委員沒辦法管 國會沒辦法管 所以部門 更加被動 那實際上的意義就是說 其實 我們剛才說 行政 其實就是在拿政權 譬如說 在國會的 台選 怎麼說國會的台選 不然說選 收賞 都說國會大選 國會大選 你如果參眾院過範圍 你上面拿到政權 因為 你這個黨的黨魁 就會讓選去做 收賞 做中立 你就自然拿到行政權 這是實質上的意思 就是黨派 黨跟黨的選舉 你要拚到選贏 所以國會叫做大選 如果總統選 選總統叫做大選 總統選 不是國會 美國的參眾院在選 不是大選 是美國總統叫做大選 因為如果選到總統 那個人 他就拿到行政權 這實際上是這樣 好 那麼 現在 行政權 跟行政國家 是怎麼會變成 行政國家 這有些因素 在 行政的相關的職權擴大 就是我剛才說的 有很多 新的 部門的新設立 這上台選就是由 大會福利這個政策開始 尤其是 一區二空年代 經濟大蕭條 很多人沒有套路 沒有飯堂吃 是不是做成 社會治安的問題 有人會套術 那時候還有 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 所以變成說 很多人都開始在注重社會福利 所以 國家為了 針對這些需求 來 要做這些社會福利 來照顧這些弱勢團體 這些沒飯堂吃 所以要發放救濟金 這是我四十年前 我第一次去美國 那時候 發言說 美國的孩子外面 比較排隊排得長一長 有什麼好處 看那些人排隊的人 穿插都不太好 問的結果 就是他們的 棄人家在排隊 救濟金 那些救濟金 就是他 基本 像我買麵包 買一片 所以 那麼 這些人是怎麼有主計 去領救濟金 就是你 行政部門 要派人去調查 去了解 造冊 發通知 通知 讓他們領 撒那個通知 可以去銀行 去領救濟金 這都行政部門要做的 好 這事法沒問題 到國會 不知道要做 再來 規制行政 那麼 再來 交通現在 很繁忙的是 你就要設交通法規 包括剛剛 剛才說的 現在大家都 有很多時候 建新房 建新房 也有一個 營建法規 建築法規 你如果要建幾樓 你的鐵要用多少 你的防震係數要多少 你裡面 一定要有 做發問 你如果出樓以上的 要有加電推 還有包括現在 更新的 都要有光纖網路 好不好 你的電力設施 你的 電的中開關的 安倍 安倍的 總數多少 要有漏電設備 你如果漏電要自己 跳調 這個 建築法規 這都要 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立法部門 沒辦法給你 訂到那裡有 包括 什麼電線 要再特供 來防止 電線走火 這很油的 立法 國會沒辦法 照顧到那裡 所以變成 行政部門 要用行政法規 來規定 再來 公共建設的行政 立角龍建設要開樓 譬如隔絲公路 還是要做雞尼 他剛才說的 水電 設施 整個 全台灣的電網 還有電塔 這些都要公部門 來做 都行政部門要去做 包括 譬如說電交流站 有沒有 以前中油是國營的 包括現在也是 他們要設電流場 要設交流站 讓所有用車両的人 可以去加油 這都屬公共設施 再來 國際交流 以前 只有一天而已 國際行政 國家的交流 無論是外交 還是文化交流 都做 但是現在 航空市 方便風景 天上 摩摩摩 是他在背 這國際交流 就有需要了 我們當然不是用外交 在說 現在在說的是說這個 文化交流 民間的交流 要做成立 這都要管理 你出入境 是不是要 要有 國際紀念 要有海關 在把關 這都要行政部門去處理 所以 這做成一個行政國家 所以行政權 可以說獨大 再來 全力制衡的功能失調 這就是剛才說的 你看看 實法部分 剛才說的 行政法規的制定 都是行政部門 譬如說 食品藥物管理法 法 這方面的 這種法 都是行政部門的制定 不是立法部門的制定 思法就是 很多交通法規違規 是建設在幫你抓 思法部門 好像沒問題 再來 立法部分 剛才說的 一些行政法規都 都行政部門在制定 這當然 這都比較油的 立法部門 只有幫你 用行政法規 在處理事情 在 在制定 行政的法規 再來 時間超過了 我先說到這裡 我們休君十分鐘 好 大家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 下個休息十分鐘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謝謝 自己 喔 我要